由葛哈乌文教协会 办理葛哈乌族过年庆典活动 已经迈入了第19周年 协会希望借由每年过年庆典的举办 能够展现葛哈乌传统文化的成果 并且借此让葛哈乌文化 能够让年轻人传承下去 一人两人会唱 那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唱 那刚好这次有很多人在一起 所以我其实觉得蛮感动的 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年轻人 然后因为我们自己的歌演很难唱 那刚好我自己选音乐 我就觉得我们可以 好好利用自己的专业去教大家 然后让大家更乐此之音乐 来展现这个葛哈乌过新年的这些 不管是祭遇 不管是食材 不管是那个过程 我们都希望能够 透过其老的这个传承 让年轻一代的人也上来学习 葛哈乌有完整的语言与组织 近年来在各界的努力下 已经渐渐的让大家看见他们的文化 而在祈老传承以及年轻人的回归 未来将有更多人投入了解当代历史的文化脉络 也没当过老师 然后慢慢的从这个做中去学 学着怎么当老师 慢慢的把我们的起劳先巩固起来 然后慢慢慢慢一直走到可能十年后 十几年后 年轻人慢慢慢慢的加入我们 我们的年轻人一年比一年还要多 让我自己很惊喜 那同时呢 我们也让外人看得到 我们这二十年来的努力 普里市多元文化汇萃的城镇 早期平普族群除了葛哈乌之外 也有其他如巴仔 帕布拉 道卡斯 红安亚等平普族群 而今年十月大法官释宪 要求行政院以及圆明会 针对平普族证明 能够在三年内给出章程 渐渐朝向自己的传统文化努力而附阵 协助平普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记者曾光佑 普里珍采访报道